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告诉我们说 其实利他非常容易做到 一个眼神 一个举手投足 甚至一个微笑呢 都可以做利他的工作 那么利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尺度 会不会有过于不及之汗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您说利他非常容易做到 不过利他会不会也有一个限度 我们会不会怎么样做 才能够恰到好处 而不至于过于不及呢 因此慈悲一定要跟智慧连在一起 如果一个慈悲啊 没有智慧的慈悲呢 叫做烂慈悲 慈悲利他可能是对于害人 怎么说 逆爱 过分的宠爱 也看起来好像是对他有利 其实结果是害了 比如说对孩子 这个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好像是当时是给利他的 那可能就是害了他 那有一些人呢 专门占人家便宜的 专门呢 来这个走一些那个外路 比如说一个慈善家做好事 但是有很多的慈善家说啊 善门难开 是 为什么呢 你有一个善民在外啊 很多的人都来找你 利用你这个善人的一个名望 或者是个名义 他来啊 来找你这个取得 这个不应该取得的利益 那有的是呢 利用你的名来招咬唱片 有的呢 就是要从你这儿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那因为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善人 所以是呢 你应该要给我的 因此呢 也有人认为我是严法师 人个人还不坏 大概还做一点慈善慈忆 所以是呢 他们会来找我 找我的时候 多半我不会给他们 多半我不会给他们 如果给的话 这是一点小小的 一时一时 为什么呢 不能给他们呢 你给了他们就害了他们 你给了他们一个 他们来一群 你给了他一次 他会来吃次 他认为是这是应该的 应该得到的 那这个我们给他一点 一时一时的时候 他晓得 这个得不了多少好处 那下一次不再来了 那其他的人也不会跟得一起来了 否则的话 我刚才讲的 你给他一次 他会给一二十次 十次还不够 你给他一个人 他会来一群 比如说我们到 印度 去 室游的时候 你要只要给一个小孩子 或者是给一个穷人 给他一块钱 一个卢比 这个一大群的人都来 他抓的你不放 那你走都走不掉了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就怎么办 一个也不给 实在他们很可怜 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 就想到没办法 换一大堆的小钞票 然后呢 我们一上车 上了车以后 车门关了 在车窗里头 丢出去一把钱 让他们去抢 哇 抢得也很可怜 他们 他们也抢得很可怜 有的抢得一大把 全部抢走 有的一个也拿不到 对 这很可怜 因为一个要发 也没有办法发 那只有呢 如果说我们时间够的话 就是给他变号 给他排队 你一个拿过了 你第二个来拿 第三个来拿 这样子的时候呢 要花时间 要有耐心 但是我们也有时间 所以是呢 我们真正的做好事 慈悲利益人 一定要有智慧 一定要有计划 一定要真正的了解 实际情况 而给他们呢 不是他们想要的 给他们 而是他们需要的 真正需要些什么 实际了解以后 我们再给他们 协助他们 而且能够能够 一般的人讲啊 给他 一碗饭 不如啊 叫他们去种到 你叫他们种到 种那日 耕作 那种好 会种了以后呢 他们直接会收成 技术会了以后 他们直接会 否则的话 你老是给他帮忙帮忙 永远帮不了 永远帮不完的忙 所以这个是个智慧 用智慧来 做慈悲的工作 真正只是递他 否则的话 往往做了好事 可能呢 使得到的也是 反相反的效果 害人的 是 那么除了智慧以外 我们去做 利他之前 还需要什么样的 心理准备吗 还需要 有一些什么样的 叫做 心理的建设吗 利益他人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 善门难开 善事难做 你做了善事 以后呢 往往啊 会有许多的麻烦会产生 还有呢 可能 没有我们所想象的 效果出现 你会 产生了一种 这个 灰心 说这个 做好事 我想 这不是人做的 这是傻瓜做的好事 因此呢 我们 做利益他人 利益他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 是要受挫折的 这种 心理准备要有 还有 这个 成效 不会 很快就见到 这种心理准备要有 有成效是很好 还有呢 不要期待人家感谢 还有呢 一定有很多很多人 利用你 做好事 利益他人的 这个 这种机会 或者是这种身份 他们来占你便宜 那么 遇到这种人 那如何处理 有的 往往啊 处理这种人 要比做好事更难 是 因此呢 这个心理也有准备 所以是呢 这个 做好事 利益他人 如果 智慧不够啊 是有可能的 那师傅这样说起来 是不是跟你前面所说的 就是说 利益他便是利己 有一点矛盾了呢 哦 利他便是利己 还是要以智慧啊 没有智慧的利他 那就不是利他了 你也不会利己了 那是不是那很多人就说 那我智慧不够 我不要利他好了 哦 智慧不够 不要利他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了 你明明知道 这种事情做的 不会让你困难 让他倒霉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这是很清澈的装饰 还是要亮丽而为 就是自己能够做到 什么样的程度 是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师傅告诉我们 利他呢 要有智慧 同时要亮丽而为 您不妨试试看 也欢迎您在下集 继续收看大法国节目 师傅开示我们说 慈悲奉献利他 是进化心灵 非常有效的方法 不过要慈悲 要奉献 要利他 先要了解 别人需要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要关怀别人 那么怎么样 关怀别人 才能恰到好处呢 让我们继续来 请教圣言法师 师傅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傅您首先 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在进化心灵 的时候 关怀 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关怀是我们 现代人用的名词 就是 对于人呢 呃 存一种 关心 这个关怀非常重要啊 跟人与人之间的 一个关系啊 就存在一个关怀上面 所以关系关系 如果没有关怀 如果没有关怀 仅仅是有关系 那 这是 不能够持久的 而且人与人之间 也不能产生了 一种相性 一种相性 凝聚 凝聚 认同感 因此 关怀就非常重要了 呃 父母关怀 关怀孩子 呃 比如说 慈母手中线啊 这是 这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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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儿女的身上 可以 可以 有房子租 有衣服穿 有饭吃 这个孩子在外边 一定有办法的了 这个 没关系了 不管他了 那就变成断线的风筝 那 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情呢 不容易联系起来 嗯 关怀的时候 不一定 对方是怎么需要 或者是不需要 你只是呢 存一份呢 对他关心 这个就是一种 关系就建立起来 比如说 你有个小孩 你有两个小孩 长大了以后呢 他在读 读小学 或者读中学 那 女子 你是个这一妇女 那怎么样子 怎么关怀她们呢 那小孩子们 他们想要的东西 或者需要的东西 偶尔呢 需要东西一定要给 有的时候 想要的东西 有时候也 给他们呢 一点点了 关心了 他们觉得 哎 母亲正好啊 比如说 小孩子喜欢 吃什么 葱油饼 喜欢 现在小孩喜欢吃披萨 吃披萨 他这个喜欢吃的东西 你偶尔 买一块给他吃 他不一定呢 这个需要吃 但是小孩子喜欢嘛 他喜欢的东西 有时候你买一样东西给他 让他觉得 母亲 还是记得他 爱我的 爱他 记得他 他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并不是一定是需要的 所以像这种 多时呢 适可而止的 要表示一点 心意 这个叫做关怀 另外呢 要常常啊 为 你说关心的人呢 着想 他有什么困难吗 他有什么需要吧 也许他并没有困难 并没有需要 因此呢 所以虚寒 温暖 这个 并不一定 才需要 但是那个人的关系 就是从虚寒 温暖之中啊 产生的 有的人 离开父母很久 他对父母如何地表达 一种对父母的 孝心 或者是关心 打个电话也是很好的 你不打电话 父母还是会过去 但是呢 父母总是在想到 这个孩子在外边 怎么 这么久都没打电话回来 这个究竟到哪儿去了 他们在做什么啊 好不好啊 也没有问一问 我们究竟好不好 那 一方面呢 就是希望 你 能够 常常啊 报平安 一方面呢 也希望你 问候一下 他们老人家的平安 那 这个就变成了 一个关系 关心 关怀 这个是 人与人之间呢 一定需要 如果没有了的话 那这个家庭是冷漠的 那彼此自己的关系 可能还在 但是呢 彼此啊 是互相 没有什么 这个 有关怀的 没有什么交集 没有交集 那感情没有 也不会有什么 向心 没有向心的 所以这样子的家庭 就不是很愉快的 很 很 很好的一个家庭 温暖的家 就不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是 那么对我们一个 副教徒来讲 呃 除了对自己的家里的人 家族的 以及呢 比如说 你有 在工作 工作的场所 你有你的部下 你有你的 长官 你有你的同事 你偶尔呢 适可而止的 适当的 给他们一些关怀 比如说 你的长官过生日了 你给他个 一个生日卡片 比如说 你的同事啊 生了一个小孩了 你给他一个 一份小小的礼物 比如说 你的 这个 书下 他家里边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了 你去慰问他一下 其实你去不去 他都一样的过得了 但是你去一下 他就感觉上很温暖 那么这个就是 在这关怀了 这个关怀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 另外呢 如果我们呢 是对这个社会 做关怀工作的人 那就是说 你做的什么 社会工作的关怀 那你就要 把你的工作做好 而且呢 主动的 去发现了 需要关怀的 哪一些层次的人 哪一些人 那这个就是 一个菩萨的精神 就出现了 那这样子呢 就会说 虚众松叹 人家感觉上 人间很有温暖 有一些人 在纠望之中 这个非常的 痛苦之中 就决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给他一点点 不一定是金钱的 你精神上的资源 给他去慰问一下 他就觉得 人间还有温暖 他又希望 继续活下去 还有呢 勇气啊 继续努力奋斗下去 这个也是一种啊 非常需要的关怀 所以关怀 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是 是 非常谢谢师傅开示 阿弥陀佛 那么从师傅的开示里 我们可以了解 有了关怀呢 家庭 或者你的办公室 或者这个社会呢 才会有温暖 希望我们都能够多关怀别人 也欢迎您下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谢谢您再次收看 大法谷节目 那么在上一集里呢 师傅开示我们说 关怀别人非常重要 因为关怀呢 才会带来温暖 和向心力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 做到关怀 怎么样才不会造成 二度伤害呢 要注意什么技巧呢 让我们来解较生命法师 师傅您好 你好姐好 是 师傅从上一集您的谈话里面 我感觉到好像说 关怀 不只是说你心里要关心它 好像还要化为行动才行 对不对 所以说关怀一定是要有行动的 是吗 如果没有行动 人家怎么知道你关怀 这个行动 一个电话 也算是行动 你去看它一下 也是一个行动 你送它一朵花 也算是行动 你给它写个咖片 也算是行动 行动 这个是表示自己啊 正在关怀它 就是关心它 如果没有行动 怎么知道 你在关怀它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这个关系啊 这是注重在于关怀 我过去听到说啊 那个老总统 蒋介石先生呢 他非常念旧 对他的旧部下 旧部署 经常啊 他会考虑他们家庭的问题 家庭的生活 他为了要派某一个部下 去出生如死的以前呢 他一定想把他家里的安顿好 先把他家庭安顿好了 然后呢 再派他 甚至于呢 他当事人还不知道 家庭里已经被安顿好了 那他直接还想到 哎呀我这次又出生如死了 对家庭怎么办啊 再打听一下 问问家庭 家庭说已经 这个委员长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这样子的人呢 就可以为他卖命了 所以这种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 领导人的 一种特征 这并不完全是在于手段 而真正的 还是会诚心的 完全在于手段的话 人家发现了 你这个是手段 那要他卖命的时候 他就照顾他家 但卖完命 以后不要他卖命的时候 一脚踢开 那下一次再叫他卖命 他就不去了 或者是呢 另外的人 其他的人 晓得说 这个老奖啊 这要人要卖命的时候 他会到家庭很好 没有想到要叫他卖命的时候 他一脚踢开的 那其他的人 要叫他卖命就不去了 所以一定要关怀的时候呢 关心的这个行动啊 就是最真诚的 而且呢 要严学的 继学的 有常常有人说 养兵千日 用兵一招 那就是关怀的工作 关心的工作 一定要经常要做的 并不是说 发生了问题了 才去关心 已经已经迟了 或者是需要 找他来帮忙了 你去关心 这已经迟了 是 那么除了 这个关 关怀一定要有行动之外 在技巧上 有没有什么 要特别注意的 譬如说 有些人如果发生了一些事情 你去关怀他 那怎么样避免他 为他带来伤感 或者是说造成二度的伤害 这个的确是这样子 比如说人家 刚刚离婚 或者是刚刚呢 丈夫过世了 失了 这个配偶啊 过世了 那像这样子的人 在这样子伤情的情况下 你怎么样子去关怀他 是 你这个时候送一朵玫瑰花给他吗 你这个时候 你送一盒巧克力给他吗 这是不对的 这个关怀错误 用方法错误了 要恰到好处的去关怀他 这个时候你去看看他 慰问他一下 慰问他 也许你一句话都不必讲 要保重哦 说这句话 就够了 或者是呢 前途还是 蛮光明的 前途五线呢 过去已经过去了 我们 还需要未来 像这样子的一种 勉励的话 也可以讲 如果不会讲的话 你就去看一看 看看他就是 保重啊 我也不会讲什么话 我这是觉得 你现在需要 你需要我的时候呢 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你随时告诉我 我 你 这个 我也不会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 要送你什么东西 要叫你 帮助你什么 其实你去看他一下 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帮助 是 那么 所以是呢 这个关怀 一定要 要懂得技巧 那技巧 是最重要的是 诚恳 诚恳 不一定是要带很多 很多的大的礼物去 有的时候 人家需要 这个 钱的时候 没有钱 他过不了身的时候 假如你有钱 你就可以啊 恰到好处的 给他 这个渡过难关 帮他渡过难关 这个钱给了他 就给了他 你不要想再收回来 你想再享受回来 还想再拿一点力气回来 那你这个朋友就丢掉了 就是给了他 就是给他 你有多大的力量 就给他多少 也就是秀重送他 或者是呢 你做的是一种啊 抛断引玉 这样子的一种啊 工作啊 那人家已经很感谢 是因为我有时候觉得 是说啊 有时候倾听啊 或者人家说倾听本身 听他说话 好像也是 对他表示一种关怀 很好的方法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啊 非常重要 这个倾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关怀 倾听以后 他不一定要 你得到 要给他答案 或者是给他什么 指示 不需要 他就是告诉你 他委屈 比如说他们家里头 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或者是就是 人又死亡了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们来问我 或者是来 告诉我的时候 我首先呢 要听他讲 听他讲 讲讲讲 讲完以后呢 我说我为你做佛了 把重身体 通常就 几句话就简单的 就讲完了 有的时候不需要讲话 有的时候 我知道了 我愿意做佛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对方已经得到了 需要得到的东西 是 谢谢师父开示 拜托佛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 我们知道 关怀需要付诸行动 而且呢 要用诚恳的态度去做 那么希望我们呢 都能够从今天开始 多关怀一些周围的人 也欢迎你在下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